看看新闻网 说到搞笑女王主持天后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 这两个词如今会安在谢娜的身上 到底是幸运还是努力 最近来到上海参加中秋活动的谢娜 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她的快乐确实是有传染力的 她的成功也绝非偶然 娱乐要为由健康美丽喝撒有 天窝蜂蜜柚子茶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大家好 谢娜的幽默荣于生活自然实在 比起很多喜欢用自黑薄君一笑的明星来说 谢娜更善于自我嘚瑟 别看我身材是不错的 但是很像是 好美哦 是的 谢娜的身材和美就见仁见智咯 但是她的快乐却在短短一个小时里 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就是把你不开心的事情要跟朋友说啊 要跟朋友分享 对 我有不开心的女子人就开心了 谢娜这个太阳女神在娱乐圈里已经是出了名的 不管是大牌到各种天王天后 又或者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后备新人 很多和谢娜有过交往的明星基本上都成了她的朋友 旁边这位这是我现在最新的那个闺蜜 谢娜 但是她没有我红的 而如果时间倒退个十年些呢 还只不过是电视机里那个谁谁谁的大杂丫鬟 小莉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着小姐 要是再出什么差错 我唯你是我 小莉知道 小莉知道 哎呀小姐 这下怎么办啊 完了完了 圆圆的脸蛋 土土的造型 开始北漂的时候 现在才十八九岁 先后被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 解放军艺术学院剧这门外之后 她也曾一度想过放弃 刚刚到北京可能考学也失败了 很多很多的挫折 可能都想要说 哎要不要回去了 很多很多时候都这样 可能就是因为 哎那一下一咬牙坚持下来 现在有这么就是 丰富的就是生活和丰富的工作 可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一路走来 现在始终坚信三个字 靠自己 在库勒大本营最萧条的时候 她接棒主持 女明星们在富商名流中流连的时候 她选择了事业失忆的张杰 如今成了一姐的谢娜 并不回避那些落魄 甚至不堪的曾经 甚至用一贯的幽默轻松带过 很早之前就是演丫鬟 然后我就是 是我有一天说 我就在想说 我为什么不能演小姐呢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演小姐 为什么不能做主持人 为什么不能上央视 为什么不能成一姐 谢娜让这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样的谢娜 实在拥有让人黑转粉的魅力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爱你们 想让我保持 行的在线上海采访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